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段8500点上来总共涨了4508点 那我们大涨一波之后开始盘整 这当然是一个盘整区间嘛 那我们说盘整完很简单 不是往上就往下嘛 如果是往上那就是足底嘛 对那你相信涨4500点还在足底吗 怎么可能 那如果是往下就是盘头嘛 对不对 赵安明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的判断是盘头 懂意思吗 为什么 我们说在这里盘头 我待会告诉你 好 盘整越久 它套的量就越大 懂意思吗 盘越久 你看下面这成交量 套越多嘛 将来怎么样 沙盘的力道就越大 这些都是多单 都是要做多的人 当盘是跌下去 会怎么样 多单下道 全部都套牢 会形成所谓的多沙多 我进股市第一个名词就多沙多 多沙多什么意思啊 原来这些本来是做多的人 股价跌下去了 怎么样 他急着卖股票互相踩踏 多单把多单踩死了 把股价踩死了 叫多沙多了 所以你要注意到 那我们看这边有两个历史大量 这台股的历史最大量 3474 这边一个3439 这两根量都是收黑鸡棒的 黑色门绳 看懂吗 这对大盘的多头是非常不利的 你看盘整三十几个交易日上不去 所以这个盘面当然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 那张爱民对大盘的银盘是什么 高档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没错嘛 大涨4500点之后 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第二条跌破第三条跌破 第一条在零走快要跌破了 眼见为平 我们不是主观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大马上涨到2万点 我觉得大马上跌到2千点 不是这样 这样不客观 好 股城系统告诉我们什么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在零走快要跌破了 所以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就是盘头 往下修正的力量会很强 因为上面的套太大量了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今天刚刚抓一条大鱼 多大只比人还大 比人还大一条鱼 这么大一只 天啊 这么大一只 待会我再来告诉你 这张股票叫什么 3661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新闻 原钢原展8万分营收 创历史新高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创了历史的新高 但是股价在哪里 天啊 高点涨到158块了 涨那么多了 你看从31涨到150 涨5倍了 涨5倍之后发力多 到这边 那为什么不在起涨点跟你讲 我为什么不在这里跟你讲 这里也可以啊 这里是60块左右 这里也可以啊 这里大概70块 对不对 这里也可以啊 这里是100块左右 现在涨到150 给你发力多 那你告诉我 你是追还不追 你追进去 心里怕 抱不住 买不多 不是吗 那如果低点有人告诉你 哎呀 太完美了 低点就告诉你 这股票大涨了 好像只有股神系统 会低点出现买进去 然后告诉你 当然张爱敏也有跟你讲过 这样股票原展翻多了 有吗 8月4号解盘画面 2点14分07秒 东升的画面有 原展确实有讲 当时股价是60块 今天最高点158了 好 银钢 天哪 这股票十几块涨上来 涨到高点85 那你跟这样涨上来 再给你发力多 他创五个月新高 又涨五倍了 他给你发力多 那你是追还是不追 你现在追你敢买多少 你抱得住吗 稍微震荡一下 你抱不住了 为什么 涨五倍有压力嘛 懂意思吗 那如果在这里跟你讲 这翻多了 多好 这里也可以啊 这里也可以啊 对不对 赵宜明那你有讲吗 有 真的有 7月8号我给我们 软体会员的传承稿 软体会员都是有这张表 加上我们一些翻多股票的建立 或是翻空股票的建立 当时我只有给你建立翻多的股票 这张股票叫2417元钢 一定有 7月8号如果有赵宜明这张造假的 所有的客户赔1000万 我不会造假你放心 确实有这张 赵宜明当时看到什么 就看到元钢嘛 翻多嘛 所以我跟你讲 为什么 7月份大概在这里嘛 有啊翻多啊 没错嘛 所以翻多我就跟你讲翻多嘛 就这样一个道理 到目前还没有跌破啦 这就是股票的正确操作 不是看到利多再来追 涨三倍涨五倍你也不敢追啊 抵挡翻多能够看得懂 看得懂要买不买那是你的问题了 至少你看得懂 看得懂你才有赢个机会嘛 你才有买的机会嘛 你连看都看不懂你怎么买 有没有道理好 那我们看这个新闻 联永今天发利多 巴亚已经说攻顶 好发利多 那股价怎么涨不动呢 利多不涨 利多不涨是利空 跌破下来了 来看股城系统 这一段是豆腐 来到这里转落转空了 出现四个卖出讯号了 所以这种股票你不能再碰了 发利多也没有用 今天也涨不动啊 这样懂意思吗 看到卖出讯号出现 看到三线快要跌破赶快跑 不跑这一波你就要赔钱 看到饭多讯号买进 看到卖出讯号出现赶快跑 就这样这里买 这里买多漂亮 看懂吗 来 郁金光920说需求依然暢旺 好这个利多发出来 你看股价 836 838 你看现在跌到576了 你看那如果买进去的人不是受重伤的吗 转空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知道 股城系统有啊 赵爱民早就跟你讲了 这格局不对了 我跟你讲光学不对 最少讲两个月了 当然不是只有郁金光 大力光股王也是一样 什么格局 卖出讯号出现就不对了 看懂吗 三线资理破碎都跌破 这股票你就不能买 你买大力光也好 你买郁金光也好 一定会受伤了 赵爱民早就跟你讲了 好 被动元件国具合胜糖 8营收供顶 分北创了国具23个月新高 23个月 好厉害 太厉害了 好 核政党9个月新高 来看股价 不会吧 营收创23个月新高 股价跌破半年低点 营收创23个月新高 股价跌破半年低点 他们两个好像不是同一档股票 没错就同一档股票 就是国具啊 营收创23个月新高 对不对 股价跌破半年的低点 到这边 那为什么这样 赵爱民有没有早就告诉你 三个月以上就跟你讲 被动元件你不要碰 一定有讲 没有随便你好不好 来为什么 我看到一堆卖出讯号 我知道他有状况 看到吗 这格局是不对啦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是不会涨 懂意思吗 好 营收创新高 八个月新高 那你看他格局 来 营收创新高 那股价怎么跌破半年低点 所以表示营收创新高 跟股价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营收创新高 股价在跌啊 所以两个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你看谁解盘 曾经讲 斩丁接着跟你讲 营收创新高股价 没有绝对的关系 谁敢跟你讲这样 赵爱民不是今天讲 我早就告诉你了 你不要迷信基本面 跟那个迷信是没有用的 那如果有用 今天国际是创历史新高 股价创历史新高了嘛 对不对 因为营收创历史新高 二十三个月了嘛 股价照样跌破半年低点 所以你不要相信 基本面跟营收有绝对的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 我斩丁接着告诉你 两个没有绝对关系 你不要搞错了 所以包含核生产一样 营收创八个月新高 股价来到半年低点 看到答案了吗 这股票怎么涨啊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 你又没有股权系统 你怎么看得出来 来 满口基本面的人 找不到主流股 我讲的对不对 每人都基本面很好 营收创历史高 基本面好 营收创历史高 那你买就是被动元件 你买就是国具 你买就华星哥 你买就和生堂啊 这一波当然就套牢很简单嘛 现在跌破半年低点 不套牢是怎么样 所以我跟你讲 满口基本面的人找不到主流股 有没有道理 你干嘛讲得多我道理 可是这个道理有多少人不懂 我跟你讲90%人都不懂 股票市场就这样 听起来很可怕 错了 越多人不懂 股票市场的钱就越好赚 每个都懂了 你要赚谁的钱 不可能 越多人不懂 股票市场的钱就越好赚 没办法 不懂他又搞不清楚 然后又每天基本面 当然就会赔钱嘛 好 然后不要把基本面当作圣子 圣子 看到吗 这是乾隆皇帝的圣子 好 不要把基本面当作圣子 营收算性高 股价就一定会涨 营收算股价会涨 你就完蛋了 你买就是被动元件了 圣子倒要怎么样 跪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跪着啊 跪着啊 看到基本面你就跪着了 你怎么做股票 看到基本面你就腿软了 你就跪了 哇你说创新高那又怎么样 股价不要照常跌破半年低点 赵亿民有早就跟你讲 你不要看这个 看这个没有用 早就讲了 讲20年了 讲20年了 好不好 不要把基本面当作圣子 好不好 这句话记起来 对你以后一定帮助很大 只要你在股票市场一天 你可以不参加好会也没有关系 你这句话记起来 对你以后一定帮助很大 懂意思吗 不要把基本面当作圣子 股价中卫反应基本面 有人这样说话 跌下去没关系啊 股价反应基本面啊 这谁讲的 套劳者讲的 第二个就是跟股价争辩 跟股价争辩对你没有好处 懂意思吗 为什么 跟股价争辩第一个浪费的时间 你可以买国际套四个月了 第二个赔很多钱 你看是赔很多钱 第三个 手中全部都是套劳股票 国际营收创新高 黄欣克也创新高啊 合生产也创新高啊 那你买的全部跌破半年低点 那不是赔钱了吗 对不对 手中全部套劳股票都是弱势股 这就是跟股价争辩的后果 懂意思吗 最后变成什么 贫穷的王宝川 王宝川苦手含咬18年 在等薛平贵打胜仗回来 薛平贵打胜仗 王宝川就变贵夫人啊 那如果你买了股票 汽着下去 根本没有反应基本面 那你就变成什么 你套半年 你变成贫穷的王宝川了 懂意思吗 这很可怜啊 来 股票上涨下跌 你会觉得没有道理 对啊 国际为什么营收创新高 股价跌破半年低点 你会觉得没道理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 真正的道理 真正的道理是没有绝对的关系 股价跟基本面没有绝对的关系 懂意思吗 这杯咖啡苦不苦 跟搅拌没有关系 你手边咖啡很苦 哎呦我怎么那么苦 汤子打腹 我说你 ignore 然后咖啡还是苦的啦 跟搅拌没有关系啦 跟什么有关系 跟你们加糖有关系啊 你糖加上去 咖啡变成了 刚加糖了嘛 同意是吗 你不加糖咖啡苦的 咖啡怎么这么苦 汤子 Aqu啤啤喇喇喇 喇一天 Nichu ver 咖啡还是苦的啦 这答案懂了吧 跟辣不辣没有关系 跟有没有加糖才有关系 虽然不要搞错了好不好 好 行情波动是由市场决定的 合不合理不是重点 看懂才是重点 哎呀 讲了多好啊 你知道你这些话讲了多好 你这一路也不读 心法也不读 你当然会做错股票 观念哪一通 探紧他一句话说 观念哪一通 做人就丢功 个性人不改 主持人去驾驾驾 个性人不改变入随着你驾驾 就这样 懂意思吗 不要把基本面当作圣直的 听进去就好了 其他你不要再 其他看不懂都没有关系 这句话把它听进去 这样懂意思吗 好讲重点抓到一条鱼 世新 IC设计 昨天跌停板 很可怜 927 今天第二根跌停板 两根跌停板 20% 两根20%了 看股价 哎呦 三个月买进的 全部套牢 托连 这赞亿美花给会员的扣讯 今天跌到460 我们已经赚120块了 获利回补 入贷为安 赚多少 25% 赞亿美没有25% 对啦 24.9 45入可不可以 24.9%了 懂意思吗 等于25%了 你看 看到吗 天啊 买进的全部套牢 那请问赞亿美有没有跟你讲 这股票已经转空了 有啊 有啊 827讲了 今天9月8号了 有没有 有跟你讲 世新快要挂掉了 卖出讯号出现了 有啊 不然你去看这个时间 2点 0.36秒 看有没有讲 你看这跌到这里 哎呦 卖出讯号 卖出讯号 有啊 再看一次 有啊 有啊 有讲啊 827号讲了 有啊 看到吗 今天不是27 今天9月8号了 所以我们把这120块 放到口袋里面 开不开心 轻不轻松 很轻松啊 当然很轻松 很合理啊 看对边就赚钱嘛 看错边钱就被他赚走了 懂意思吗 不知都空 口袋空空 明辨都空 赚钱轻松 就跟我们客户一样 很轻松 一张120块 一张12万 意思意思啦 空个十张 120万 放到口袋 120万放到口袋 现在是不能出国 不然全家出国啊 世界还有一圈都可以了 有没有 明辨都空 赚钱轻松 有没有道理 李嘉诚 华人首富讲了 成功就是跟对的 迷路就是问错了 多少 迷路了 搞不清楚方向了 还在争辩多空 当市场还在争辩多空的时候 我们一张股票赢一张赚 120块放到口袋了 一张12万啊 会参加会也没有再空一张的啦 10张最低消费啊 120万放到口袋了 这样懂意思吗 抓到一条大鱼 这么大一条鱼 120万像不像这么大像啊 不是吹牛真的做到的 好不好 而且都讲了 有没有 好 目前赚130 好不好 130就是13万 一张如果10张就130万 好不好 130就1300万 你自己算了 那我们看看世新 全市场多少空单 413张 扣掉我的会员有几个空呢 没有几个空呢 大家都看不懂 世新今天成交的排行榜 第三名 第三名 成交值排行榜第三名 没有人看得懂 看得懂太少太少太少 有人说张老师 你放空那一天 我去看那个量 龙卷量 只有增加一点点而已 他真的不懂啊 我们要怎么教育他 当天龙卷的增加是什么 比如当天的龙卷 假设有1000张 前一天1000张 今天呢 一千张有没有回补 有啊 回补200张 剩下800张 因为你新放空100张 那就变900张 昨天1000张 今天900张 新放空的100张 原来1000张 跑去回补200张 200减100 怎么样 少了100张 所以昨天1000张的龙卷 今天变900张 那请问有没有放空 有啊 我们的客户就放空了 因为有人回补嘛 余额嘛 补掉的跟新增的 两个加减以后的数字嘛 懂于是吗 所以不是你想 这个人连专利都不知道 我要怎么跟他讲 不想回应他 这样懂于是吗 好 有一种作业叫望尘莫及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 真的是望尘莫及 很多人真的是望尘莫及 看得懂的会做空 看得懂的太少太少太少了 市场没几个啦 看得清清楚楚 怎样操作清紧松松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看懂了你才会做嘛 你又看不懂 诶 世鑫 没错跌下来了啊 你不能今天才看懂 诶 早就看懂了啊 卖讯要出现了 那这样120块就放到口袋了 这是很轻松很简单 不就这个道理吗 不是没行情 是你不会做 你会做就有行情了 特别会员也不错 目前赚63块了 非常开心 好 真顶 特别会员空的 对不对 很大 对啊 这空头格局啊 有讲啊 没错啊 8月12日就讲了 来 有没有课程 空头格局啊 到这边 普通会员的 滑通 到这边 慢慢慢慢在收获到 现在都还没什么跌 这样如果一波下 我跟你讲不得了 这数字会吓死你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滑通 对啊 空头格局啊 大盘在这里盘整 我跟你讲 这叫什么盘头 盘内9 它好量越大 这样沙盘力道就越大 两根黑色门省出来了 好不好 来 电子股 三个卖出讯号出现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也危险了 所以你说这盘怎么做多 答案不是很简单吗 有没有 封关的时候电子股 1月20号 跟今天很类似 上面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三线都快要破掉了 封关那一天1月20号 这样你们讲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讲 所有都在卖掉 一张都不留 全部卖光 第一个 第二个传手放空 空满 空满什么意思 所有资金都压空就对了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这样讲 不然你去看1月20号影片 看我是不是这样讲 好 过年第一天 694点 反弹无效破底 3600点 谁做对了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做对 只有一个人做对 要不然你告诉我哪一个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做对 3600点 跌破10年线 好 单纯买卖点赚小钱 多空总要赚大钱 现在赚大钱时刻有到 赚大钱就可以小卒变英雄 做对变你就变英雄了 好 运通粉丝那里手机 扫梅的QR Code 扫梅完接着我们的Lite 说你是运通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大鹏展翅正高飞 宇宙翱翔万物归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获礼是我们的使命 大宇国际投顾 带您翱翔股市轻松支付 零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零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您迈向财富人生 智富专线零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零二二五零零六九九九 好我们来看看成交值排行榜 成交量乘以成交价 市场最多人关心 资金最大部位的股票 叫成交值排行榜 来看一下台积电 连电 半导体 四星碟铁板 IC设计 联发科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国光生生计股 光学 郁金光 大力光 对不对 还有上维拉 这个风力化电 PCB的 蓝电 这个星星 对不对 IC设计 又是瑞玉 有没有 翔硕 IC设计 接下来又是 这个风力化电的 还有什么面板股 所以你看完之后投资并 就这些族群 不是吗 这些族群除了风力化电 哪一个是活着 面板我讲过 面板我四年没有碰了 没有机会 所以我不碰面板 好不好 来 两个卖出讯号 三线破两线 就是要整理的嘛 对不对 昨天涨停板 我没跟你讲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今天就拉回修正 今天跌几毛钱 好 联发科 IC设计龙头 早就跌破了 来 瑞翼三个卖出讯号 第一线也快要挂掉了 危不危险你自己看 南电PCB的 上面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还有第一线还蛮长的 所以他们陷入多头整理 星星都比较弱了 第一线比较短 一样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三线破两线 好 金像电三线破两线 看到吗 这更危险 所以整个PCB 几乎也是挂掉了 好 台光电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危险 保零副 今天爆量可是涨不上去 为什么 压力太沉重 没有三千万多 赵铭做最后一次 只有做一次 就是5月19日 卖掉之后没有再碰了 赚30块没有再碰了 所以最近去碰全部套了 看懂吗 华邦店 望宏 来发力多 来看一下望宏对不对 不对啊 卖出讯号一大堆 所以昨天那个长红棒 今天呢 开高左低上不去 为什么 324 看到 33.06 压力没有突破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做 那你买进去 他几乎都套牢了 好 鸿海高档出现一大堆卖出讯号 格局不对了 来 这个围影 你看 跌破半年的地点 一大堆卖出讯号 看懂吗 好 建策 上面出现四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了 起机可不可以空 还不行 看懂吗 为什么第一线第三线没有破 就是中间跌破 假跌破而已 所以你去放空起机 你会被修理了 好不好 来围星 可不可以做多 不行 为什么 三线都快破掉了 上面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所以很多不能多了去多 不能空了去空 市场不就是这样吗 很奇怪 明泰会不会涨 不会涨 为什么 低线跌破嘛 高际会不会 不会 这格局不对 三线又没有翻多 懂意思吗 元泰呢 一大堆卖出讯号出现 怎么做多啊 宣德呢 你看 破两线 低线很弱了 你买这种多单怎么会赚钱 懂意思吗 景泰呢 空头格局压力一大堆 要在这边买这种股票 同心呢 买一套 为什么 格局不对嘛 卖出讯号出现了 之所以要不断学习 就是要缩短现实跟幻想的距离 每个人都有梦想 现实跟梦想是有距离的 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 要学习专业 要学习技术 懂意思吗 学习正确的操作观念 好 电子股三个卖出讯号出现 三线破两线 非常危险了 封关的时候就在这里 1月20号 上面一样 跟今天很类似 最后呢 砰 3600点 好不好 单除买卖点赚小钱 多空转换赚大钱 现在又到了多空转换的时刻 股市最新鲜的地方 就是小子都可以变英雄 为什么 坐对边小子都可以变英雄 隆立封关叫你卖掉所有股票 第二个反手放空空满的人 他鉴定是英雄 就算不用张艺敏这样 20年的致力 20年电视解凡之力 他都是英雄 做对了嘛 懂意思吗 现在这个机会又来了 所以你要坐对边了 好不好 运动粉丝 那里手机扫描的QR Code 扫描完说你是运动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姓名跟电话一定要留 不愿意留 你也不要问股票 我不会回答你 连留电话诚意都没有 我干嘛回答你 专业是有代价的 最起码 留个电话互相联系 这表示你对我们的尊重 所以记得一定要留下电话 好不好 扫描这个QR Code就可以 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刀 我好抓你的 优独立正 优独立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